冰棒一支接着一支送了出去 一个没注意篮子就要空了 新竹资源庄冰店第一天重新开幕 吃了好几年的民众听闻消息 一早就赶快来把礼堂挤得满满满 烧掉的时候他们在担心夏季没冰可吃 非常担心小朋友还在大咕味 以为他是要隔了三四个月 可能或者半年之后明年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开 上个月十二号凌晨成立一家子的资源庄 冰店因为老旧电线走火 整栋历史建筑复制一具 业者为了让民众暑假记忆中有驚兵 把原本的店面移到隔壁礼堂 浴火重生 在今年三月才被列为文姿保护的追踪建筑物 四院庄冰店用简单的美味 被掳获民众的胃而同样靠着记忆和铜板架 小兵立大功的还有这 一口接一口台塘花莲糖厂 拥有七十年的致兵历史 声音好到光卖兵一年就有将近四千万的营业额 年年夏日到来民众的儿时兵店回应也开始慢慢解冻 三天新闻张云一零七月四日早报道